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家里有这个生肖,九月初有头奖育 生肖鸡,生肖属鸡的人懂得谦卑,见好就收 顺势而行,忠厚老实,务实,责任心强,有耐力 再加上他们,会深受领导的重用和赏识 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成为百万富翁 心想事成,九月份开始财运大旺,横财不断 钞票滚滚来,八月底一暴富 同时一定要注意,避开一些唯利是图的小人 以免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如果能够懂得理财的重要性,学会开源节流 必定成就一番大事业 生肖羊,生肖属羊的人非常的能吃苦 他们会早年,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工作会一直稳稳平平 不会有什么成就 九月份财神偏爱,财运亨通 大发横财千万,大富特富 他们突飞猛进地发展 他们的事业会引起自己的领导的重视 他们会发展得很快,很荣发财 生肖蛇,生肖属蛇的人 他们不畏惧风雨 在九月里尽管在事业上会遇到种种磨难 但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 而放弃自己的目标 在事业中如果遇到了 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他们一定会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并且找到一些好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 他们能够快速地承担起压力 在事业中也能够拓展新的业务 得到更好的资源 成长以后的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生肖蛇,数码的人性格热情 而且做事情很执着 他们从来不轻易服输 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也相当自信 这样的他们是不会失败到底的 也不会一直处在下风的位置 他们在今年九月开始后来居上 能把今年失去的都挽回 数码人九月中旬财运旺盛 财运一好 人也会更加自信 很多事情都敢去做 数码的人从九月中旬开始 财运就相当地有进步 他们的发家致富特别顺利 而且在这段日子里 工资收入持续增长 他们能看到自己 所有付出的努力 都取得了成效 再加上他们身边的朋友们 也都积极地提供帮助 所以他们能够 视如破竹地取得成功 很快能让财富增加 他们自身的创意和奋斗能力 都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所以进步是停不下来的 自己的好运气 将会持续一整个月 一直到十月都不衰落 生效龙 生效鼠龙的人在去年里 他们事业上会遇到种种困难 他们一直都在坚定自己的信念 想要不断地去突破 自身的一些发展机会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 生活的压力极大 他们也常常 会为了生活的各种琐事 而感到烦恼 但他们更需要的 是坚定自己的信念 因为在未来的发展中 只有不断地去突破自身 找到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才能够在职场上 获得更好的发展 尤其是进入今年以后 他们在职场上的表现 越来越优秀 出色能力让他们更容易 获得贵人的赏识 得到更好的推荐 所以在工作上 也将会逐步建立起积极性 生效虎 生效鼠虎的人干尽十足 九月份财神偏爱 财云亨童 大发横财千万 大富特富 升官加薪指日可待 创业的属虎人收获满满 钱财不愁 属虎人在工作中 还能遇见志同道合的 红颜至己 结成伴侣 财情双收 献煞旁人 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 加持和护佑 九月首捧 发财术的生肖 生肖马 属马的人 早三个月监察官 有凶行 碎魄作乱 导致部分人 饱受磨难 心想难成 运势 不怎么好的状况 九月喜鹊 来报喜 彩天官得天喜 吉星照耀 到时候好运傍身 桃花指数爆表 如果将机会抓住 定能享尽荣华富贵 另外生肖马的人 事业中不顺心事 常有 调整心态 积极应对 会有好的收获 日后闷声发大财 家人享福不断 生肖兔 属兔的人 喜好安稳的生活方式 自尊心非常强 非常在乎面子 九月彩天官的 贪狼吉星庇佑 到时候终于迎来 胖的好运 财路打开 好运也滚滚来 如果能把握好 事事定能平安顺心 另外生肖兔的他们 往后三个月 在求财的路上 总是会受到贵人的相助 同时应当注意 要多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 相信有智者 事尽成 经过这些努力 未来会赚取不菲的财富 生肖侯 生肖侯的朋友 很早就独立了 性格比较耿直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 九月喜鹊来报喜 福德功得 岁价吉星照耀 到时候运势转望 届时喜事多见 财运脱风 假如顺利抓住时机 官运亨通 富贵流油 另一方面生肖侯的人 下半年能谈成一个大的项目 获利多多 同时我们给的建议是 要理性消费 避免不不要的漏财 相信只要行动 就有收获 经过一番努力 日后幸福来你家敲门 生肖侯 生肖熟虎的人 近期运势上比较倒霉 繁星是多 且钱财收入不稳定 开销打 常常会破财 但进入九月份后 财官有守财的集星 疏忽的人 总算是能够存下不少钱 加上财心给力 旺且生肤 表现财运极为旺盛 不但疏忽人 能够在事业上收入提升 偏财更是成为主要的财源 有源源不绝的意外之财临头 喜事成双 生肖龙 生肖鼠龙的人 在最近运势不佳 主要是工作运不好 没有贵人相助 收入也因为平日的耗损而变少 鼠龙人的好运在九月份将至 总算能够迎来一波赚大钱的机会 鼠龙的人善于把握时机 过人的胆识和淡定的性格 让他们在九月份能够动习先机 仙人一步富贵 且财运能够长胜不衰 钱财无忧 生活充满乐趣 拿摩大慈大悲观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